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剥完了 然后他就淡淡的摁了一下 然后自己躺在沙发上 然后我就 我就去洗澡了 因为我感觉我的脚 我的脚上全是吞 我很难受 我身上也很粘 我就洗澡了 洗完澡 我出来之后 我就给他打了一杯热水 他当时一直躺在沙发上 动也不动 我就打了杯热水 放在了他的 他的头边 我说多喝点水吧 气性的一天别那么大了 然后 然后我又进去给他 拿了一床小毯子 我说 如果你今天打算 继续在外面睡的话 记得盖毯子 我说你最好在沙发上睡吧 那个衣帽间的毯子也太脏了 小心得皮肤病 我说想在沙发上睡的话 就盖着这个毯子睡吧 然后我就留下 我就放在他那 我说如果需要我陪你 需要我的话叫我一声就行了 我说我先进去了 然后我就进去了 啥 你别拍了 我靠 别提我 啥玩意 你不直播都不理我 对 真的很贵 你买多了点 无于此 他只要不播都不理我 每天 傻也不跟我说 现在直播说 那说给我听的吗 其实我今天有愿意播 但是你 你有你有那么多 你不播你都不理我 你有那么多愿气 你说吧 他不想播 他不直播都不理人 怎么播 他不直播完全不会理我 我昨天不是给你拿了 我给你倒一杯水 还给你拿毯子 还问你要不要进去睡 你不直播都不理我 然后昨天 我昨天最无疑的事 他刚把我骂完一顿 骂完一顿之后 自己跑下去播 你几点起的床 我今天很早起来了 而且最无疑的事 昨天把我骂了一顿之后 自己下去播 然后播完之后 他刚骂完我 自己下去直播 那是骂吗 我觉得是在沟通啊 然后你不直播 你不理我 你们你们先上去吧 我们等会再说 好吧 我是说他们三个先上去啊 我也不想跟你 你又不播 因为他不想播 他不直播都不理人 怎么播 他不直播完全不会理我 我昨天不是给你拿了 我给你倒一杯水 还给你拿毯子 还问你要留我吗 还有那天还去 我们现在不是想一起买房的事情吗 我那天想跟他一起买房 他就说 我根本就不想跟你一起买房 这件事也很伤人啊 你在吵架的时候 你跟我讲这个 我我一年前 我都想跟你一起买房 不如把直播间 跟大家说那句话说给我听 我可能就没事了 嗯 你不懂 好 还有啥委屈你说 所以你是会 你是会看我 我自己播的时候说的话 我看的很少 时不时看 我完全不会看 我也帮你说什么 你刚刚右手你会看 我猜就猜得到啊 我猜就猜得到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